近期全台疫情BA.2成为主流 虽然9成以上确诊者是轻症无症状 但意识提醒也别轻忽康复后遗症 过去Delta痊愈后主要对胸腔肺部影响较大 而BA.2则多半出现在上呼吸道 这些轻症的部分就包含呼吸道直接影响的 譬如说鼻子的一些情况 未嗅觉的一些情况 或是一些相关的一些脑误 很多人也有一些疲倦的一些持续存在的一个问题 本土连四天破百例 病患人数暴增恐怕冲击医疗量能 未来可能让轻症患者在家隔离 那未来看这个病毒的一个变化 跟它轻症度的情形 那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不过目前没有要这样做 不过轻症无症状还是具有传染力 专家呼吁必须要完善配套才能启动 避免民众偷跑出门等漏洞 第二季一定会是基本条件之一 但第二季打超过三个月以上 必须要打第三季 年龄不要太大 不要太小 第三就是临床症状不要太过明显 病人要能够治理生活 居家这边谁能够替他送饭 减少这些居家隔离者 出外的一个需求 他假如说有呼吸道的症状 那比较明显变得很喘 脸色苍白 胸口不太舒服的时候 提醒他需要赶快到医院来 那或者是1922直接通报卫生局 如何有效把关监测患者的健康情形 具备完善的通报管道 达到这些条件 再谈轻症在家隔离 才有可能减轻前线的医疗负担 大家新闻台北综合报道